大型貨車來回進出 工廠內停滿重型機具 炎炎稀少又做了高價潮篷 位在新北市蛋白區的五谷 現在房價也不再清明 位在五谷的周子洋重化區 過去都是像這樣子的舊廠房 有很多的大型機具 後來有建上建築之後 部分都已經蓋成是新大樓 像是我後方的這個社區 最新的成交單價還突破六字頭 周子洋重化區 過去是垃圾山的一角 房價也背進北市蛋白區 探看數據來看 2020年成交均價為二十九萬 2024年已經來到六十萬元 讓民眾大探買不下去 甚至甚至有時候比台北還要貴一點 蘆洲的新建案已經開到八字頭 所以八字頭他們退而九幾次就來到五谷 那五谷現在因為又加上坪數比較小 新建案的話現在全部都是六字頭 不只五谷同樣是蛋白區的細紙 近期也出現十七年社區 十家登陸單瓶衝破七字頭行情 這創新高 另外新北市蛋殼區三峽 還有鷹哥 近兩年房價漲幅 都超過百分之三十以上 很驚人 新建案的營造成本居高不下 再加上去年新上入的平均地權條例修正案 規定預售屋禁止轉售 新建案市場的供需失衡的問題 進一步的擴大 給了建商給了賣方坐地起價的勇氣 高房價時代 蛋白蛋殼區都變貴 想要便宜置產 儼然成為天放夜潭 三立新聞 彭志華 張廷祥 羅富慈 新北報導 新北斗 新北斗